苹果9月30号 悄悄在YouTube上放上Apple Watch新广告 眼尖网友就发现了 除了iCon做了重新排列 高低温界面也在新版本中放大了许多 Apple官网还在规格中 加入Retina Display的暗示 不过详细规格还是保密到家 iPhone第一代的大概一半的价格 我们认为可能在明年度 Apple Watch可能是在700万台左右 之前已经挖角一些做鞋糖检测 葡萄糖检测相关的人 那在这次的Apple Watch上面 其实也还没应用 那我们认为说可能在真正产品 开始销售或下一代产品上会出现 全年将有700万台出货 渴望让独家拿下代工订单的广达 明年业绩大放苹果光 不过其他代工厂可没这么乐观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补贴 但是我要跟你说明的 这个补贴并不是补贴手机 我们是补贴用户 我们是根据用户 对中国移动的贡献 的比例来给予设当的 中国移动董事长 西国华九月率团来台 喊话加速4G的FDD与TD LTE融合 必运告明年4G手机将出现 1000块钱人民币机种 恐将压缩台厂如宏达电等出货 预估明年HTC手机只剩不到2000万台 今年底是1000块人民币 左右的一个TDLT手机的一个推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对于台厂的ODM厂商来讲 其实会有机会 但是因为整个终端售价 是压在5000块人民币左右 换言之它其实会再次的压缩 ODM厂商这一块的一个毛利 手机代工厂包括华宝 华冠 音业达 河硕 鸿海等 全都虎视眈眈 要抢5000块钱的4G手机订单 只是低价手机再起 对台厂而言 视力还是必还有待观察 三选徐兄李轩 台北撑不倒